媒体,大丈夫明知不可而为之,张继科,玩玩而已,张继科虽然资格赛惊险过关,但正赛还是遭遇了尴尬的一轮游,虽然此次付出并不被人看好,但其本人还是信誓旦旦地表示,要重回世界前十,要打进东京奥运会,其实以目前张继科的年龄和状态想要重塑辉煌几乎不可能, 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参加系统的训练,更没有参加任何的赛事,对于一位职业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,虽然从4月份就随队开始下门集训,并且全力备战此次香港公开赛,但可以看出实力以大不如前,面对排名100以外的选手,都赢得非常吃力,能杀进正赛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 对于没有系统训练的选手来说,根本吃不消高密度的比赛,关你曾经是什么世界冠军,张继科不是败给了对手,而是败给了自己,比赛中体力精力消耗严重,又一个七轮比拼彻底把他拖垮, 张继科不服输不服老的精神,着实被歌颂了一番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真乃大丈夫,一致坚强胸怀远大理想,更称上时代楷模, 虽然张继科本人对外的表态也是愿积极回归再创辉煌,不畏艰难勇敢前行, 但其内心真实的想法,外人就不得而知,也许只是玩玩而已,在我看来张继科的此次付出,更像是一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成绩, 中国乒乓球还需要他的巨大影响力来聚拢人气,还需要消费他的偶像气质,一向桀骜不驯的脏骜能够克服, 各种伤病、年龄、状态的诸多困难的影响,勇敢选择付出本身是件非常励志的事情,没什么问题,可细细想来也有很大的问题, 从他自身性格来说绝不是那种甘愿求台奉献一生的人,在其巅峰时期就已经野心朝拜不务正业,如今工程明就早该另做打算, 这也可以从他去年的活动轨迹略之一二,细心地网友可以发现,张继科去年一年参加的各种综艺节目不下时刻, 对他本人来说早已是心灾曹营身在汉,又结交了京城四美之一的景田,星途可谓一片光明, 不出意外张继科会顺理成章地开始他的娱乐圈的征程,可他偏偏选择反其道而行之,俗话说事处反常必有妖, 也许此番付出有着不得已的苦衷,也许他本人乒乓球梦想仍在,但已经三十而立的他应该明白, 自己所做出的抉择带来的后果,如果一意公行,不仅不会有所收获,反而耽误大好前程, 张继科参加比赛是认真的,态度是端正的,一轮流之后脱下国家队队服,放下球拍一笑而过, 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多彩的,比赛只是一部分,玩玩而已。